藍色小貨車車身緊黏外側水泥護欄 車頭嚴重變形 前擋風玻璃整面都不見了 連駕駛也找不到 僅僑懷疑是不是人喷飛掉落協章巧下 這幾車禍發生在早上7點28分左右 地點在國道3號南下387.5公里處 小貨車一路擦撞外側護欄 水泥面上都留下整片刮痕 貨車最後因為撞擊才停下來 駕駛喷飛掉落50米高的協章橋下 人找到時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在車車上只有一名駕駛有無 營酒的部分暴情懷疑相怨 造失原因目前還在查尊重 遠景初步調查是小貨車碰撞外側護欄 在事發後大約50分鐘後找到人 但是已經明顯死亡 貨車駕駛是疲勞駕駛 還是有其他原因造貨 都還有待國道遠景調查 記者張春華 劉明偉 SNG小組 評論報導 記者 中文字幕——YK